大家好我是大树 习下礼上原来埋伏在这里 虽然老礼上了 但是习下是下流呢 还是真的走下坡路呢 最近这段时间红色会里 就是真的非常诡异 一点战火硝烟都没有 但是该落马的落马 不该死的死 这样的太平盛世 真的就让我们见证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关于老礼的死 官方说是死于心脏病 突发心梗 这种说法不能说不合理 因为你看 这个瓦格纳的普里格金 前面刚造反 后面就发生了空难 还有就是金正恩的兄弟 金正男 在很久以前就猝死他家了 然后再一查 发现是被毒死的 后来嫌疑人被抓到以后 他交代 自己是被一个 制成是韩国人的YouTuber 叫他们往他身上 就是脸上抹液体 然后就可以得到 一到两百的美金的 这样的一个报酬 在整个谋杀的过程中 他一直以为 这也是在参与对方的整人节目 直到后来才恍然大悟 这群自称是韩国人的YouTuber 实则是朝鲜政府的刺客 但是在未抓到嫌疑人的时候 朝鲜就把这起刺杀事件 就甩过给韩国和美国 说是他俩搞的阴谋 而且金正恩就表现得非常的平静 那我举这两个例子呢 就是想说啊 在这种独裁专制的国家里 你说这些人的死 到底跟他们有没有关系 大家心知肚明 那现在到了我们的红社会 老李的死呢 就异常的突然 那有网友呢 就post了凤凰网 还有北京青年报 新京报的这些快讯 那这些快讯呢 都是未卜先知的 都在10月26日 撰写了老李 在10月27日去世的时间 也就是说 老李呢 可能是在26日前 就已经去世了 或者说 在26日进了医院之后 就去世了 然后官方呢 马上就提前 编写了27日的死讯 反正这种未卜先知呢 就让人觉得啊 这件事情 是和你红社会脱不开关系的 老李的死 并非是正常的性格 而且老李呢 算是打破了红社会 高官普遍长寿的神奇记录啊 那大家也知道啊 这帮长者啊 医疗食物空气都有专供啊 而且缺个零件啥的 马上就有后备 但是老李却神奇般的 在68岁 这个青年的岁岁夭折了 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呢 我也看过一些文章啊 就是说有老李啊 就是有这个心肌炎啊 身体比较虚弱啊 常常出席一些重要活动之前呢 都要吃药啊 那如此看来呢 老李的死似乎也有些正常了啊 但是往往呢 就是合理加正常 还有很多疑点就变得不正常了 可是呢 我就在想啊 那这个事情到底和习霸 有没有关系啊 那现在呢 这个事件就发展到了 一个恐怖的事情啊 那就是周总理去世啊 就引发了武士运动啊 胡耀邦去世呢 引发了六四运动 所以老李的死之后呢 红社会就发通告 禁止大家聚集哀悼 目前抖音呢 大家可以去看啊 没有任何的个人行为 悼念 或者说是自媒体的追悼啊 那微博呢 他的评论是发布以后 但是不可见的啊 这个是我实践过的 所以说 红社会对老李的死 那就非常的重视 那这些事情 其实都剑止了习霸啊 对老李的死 可以哀悼 但不能讨论引发共鸣 不过anyway啊 就是说 红社会 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啊 各路人马的翻车 还有被消失 这些都足以证明 这些没有战火的内斗 是属实的 所以呢 我甚至相信啊 秦刚呢 可能是真的死 就是说 现在这个内斗 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再有 就是从民进党 赵天龄的这种翻车 还有独立参选的郭总被查 所有这些 我认为都是杀鸡尽猴 另外呢 我们看这个加州州长啊 前几天就去中国了 然后就 舔习说到啊 这个中国越成功 世界就会越成功 那这话呢 好像是在迎合习霸的 这个舆论啊 就是中国好 世界会更好 包括大内总管王公公啊 来到这个美国啊 和美国谈判啊 但是屁都没有落实 只有中美 重新开始保持对话 但是这之后呢 王公公呢 还拜访了美国的战略人士 那新华网说呢 双方都同意朝着实现 旧金山 元首会武 共同努力 同时通往旧金山 不会是一马拼穿 不能靠自动驾驶 为此呢 双方要切实重回巴厘岛 把两国元首的共识 真正落到实处 排除干扰 克服困难 增进共识 积累成果 王公公呢 建议大家 多去中国走走看看 鼓励大家继续发出 理性的声音 为增进美国各界对华客观认知 正确看待处理双方差异 分歧 发挥建设性作用 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 可持续发展 贡献更多智慧 那新一轮的大撒币呢 即将开始 他知道和美国高层谈不拢啊 但是呢 可以收买美国的战略人士进行沟通 看来呢 这个拜习会呢 会通过白宫下面的这个 虾兵虾将促成 他绕过了美国国务卿和总统 来促成两国大佬的见面啊 耐人寻味 而且呢 我注意到啊 这个加州州长到达中国以后呢 央视的报道叫做 加州提醒美国 急不可思 所以王毅的谈判若成功 就代表了美国将抓住这个机会啊 是美国求中国 那么王毅和加州州长呢 均有重大表现啊 那这也可能就是在告诉某一群体啊 这个红社会的力量还是相当大的啊 暗示这群被绑架的人 不要随波逐流 另外呢 红社会这两天呢 又释放一则消息啊 说他们已经破获了一起重大的间谍事件啊 那说中国的这个国防人员呢 被美国情报员收买 售卖国家机密 最后呢 环球还弄了一个普法文章啊 就咱说说啊 这边合作 那边抓美间谍啊 释放这种反美的情绪 你会觉得很不合理吧 对不对 但是这可能就是一种信号啊 让某群人老老实实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一系列都是杀鸡尽猴 安抚境外的这群势力啊 所以我认为呢 红社会呢 要拿捏美国啊 做给大家看 红社会并不是不堪一击 因为被绑架的那群人 他们的生死黑幕 还有这个所有的境外势力 他手上都有这些信息 他想告诉所有人 他不是省油的 那老李的死呢 也就意味着 团派呢 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权军覆没 而且是不给其发展的负面啊 那这次呢 许家印呢 就供出了很多高官 其中就有传闻 包括团派的这个 胡春华和汪洋 所以咱们可以看看啊 习霸会不会称为血魔啊 血洗红社会的政坛 让团派有势不得翻身 如果团派真的是全军覆没啊 那么接下来 我要是洗霸的话 我的重点就是炮击江派啊 因为所有红社会最顶尖的这个大佬啊 都出自于江派 红社会最腐败的这个时期呢 全都是来自于江派 那么有人说 老李的死 其实是洗霸和真大佬联手干的啊 因为华尔街呢 要求换习下场 让老李执政 那我认为呢 这个说法无论成不成立 洗霸绝对不能放过江派 因为假如习是和真大佬联手 真大佬能搞老李 也就能搞老习啊 那这样的人呢 绝对就是不会留了 假如不是和他联手干的啊 那么习搞完李 必然要除掉江派的人 因为从习灭团派的人来看 习是不留后患的 那反过来讲呢 其他反对势力的人 看习这么狠 也必然为了至宝 要除掉习 而且大家也想想啊 习凭什么青云之上啊 而李就不如习呢 对不对 难道仅仅是一个称号的不同 或者说是权力的不同吗 没有其他大佬们的辅佐啊 习凭什么这么强大 老李凭什么那么弱小啊 如果其他大佬能服习上位 也必然有影响力 可以让他下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习 要把这群人都换成自己人 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这样的人 坐在这个位置上 大家想一想 他每天都感觉背后 有把刀子藏在身后 那他怎么能放过那些长者们 对不对 我以前就说过 只要他们还在 习吧就很难露眠 所以这场杀戮呢 也许老李仅仅是序曲 谁会是下一个死穴的大佬 好 那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